各位好 欢迎收看每周华尔街 我是赵冰金 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本周美国股市的表现 本周是9月结束10月开始的交接点 股市依旧是地迷动荡 而9月份的问题也是在10月继续发酵 整个第三季度全球市场都像是遭遇了血洗一般 走出了4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 三大指数的跌幅均是超过了7% 9月份的核心事件是美联储在加息会议上表示要延迟加息的决定 那么央行对于经济没有信心 也是加剧了投资人的抛售情绪 具体来看 周一道指下跌超过了300点 市场被恐慌的氛围所笼罩 生物制药板块的ETF、IPB暴跌了7% 脱离纳指重挫 而由于油价低迷导致收入减少 沙特阿拉伯表示要大举退出金融市场 周二公布的亮眼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提振了市场的情绪 导致收高40点 生物科技板块的ETF、IPB是冲高回落 收盘为跌 而周三的股指是大幅的高开高收 结束了9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小飞农指数 ADP就业数据是较8月份的增幅明显放大 市场终于是出现了超跌反弹的行情 那么周四的美国股市又是小幅的高开 而后显露出疲态 盘中倒置一度出现200点的卖压 而在接近收盘时是跌幅收窄 当天公布的美国9月份的制造业数据不佳 为2013年5月份以来的最低 周五美国股市是三大股指军事低开低走 被拘以厚望的9月份非农就业数据远逊于预期 数据显示出新增的就业人口增加了14.2万人次 而预期值是20.3万人次 薪资的增长也是低于预期 极有失业率是预期持平 这一方面是打破了投资人对于美国经济强劲的幻景 全球发展的放缓已然已经侵蚀了美国经济的活力 反应在股票市场上的今天是造成道指开盘急措200点 美元以及国债的收益率正在降低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这也肯定了美联储在9月份没有加息是一个英明的决策 目前经济仍然是不足以强劲到支持加息 可以说年内加息的概率都不大 所以这也打消了投资人对于短期加息的顾虑 现在12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然是跌至了33% 明年1月份加息的概率是跌至了50%以下 所以这也随后推动主要股指逐渐反弹 到直午后是转跌为涨 在板块方面 今天社会科技板块IBB的反弹是非常强劲的 能源 医药 公共事业板块也是相对走强 而相对走弱的板块是消费者非必需品 金融和工业板块 来自中文投资网的基金经理沃尔王先生表示 本周市场的变动不大 最后数据公布之后主要股指是低开高走 预期美联储在今年加息的可能性为零 但是零利率的氛围有利于股市 除此之外 今天中概股和赌场概念股普遍表现强劲 成为市场的亮点 一定程度上也是刺激了股市 沃尔王先生表示 虽然长期它是看跌市场 但是股指在短期之内反弹的概率仍然是在增加 截至收盘 道琼斯公益平均指数上涨200.36点 报16472.37点 涨幅是1.23% 标普白指数上涨27.54点 报1951.36点 涨幅是1.43% 纳斯达克中国指数上涨80.69点 报4707.78点 涨幅是1.74% 本交易日 纽交所成交了10.5亿股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了20.1亿股 交易量偏大 今年纽交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 前三名分别是美国银行 Sprint和巴西石油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 前三名分别是纳斯达克100指数 苹果公司和爱美医疗 纵观全州 道指上涨了百分之0.97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百分之1.04 纳指上涨了百分之0.45 那么在个股方面 今天博彩领域是受到关注 此前屡创新低的永利酒店 超跌反弹大涨了20% 出于中国经济放缓和政府反腐影响 年初至今 澳门博彩业的收入 是同比减少了36% 因此中国计划推出 扶持澳门特区的经济措施 此外 当下正值十一黄金周 不少游客前往澳门 刺激消费 也是今天立好该板块的主要因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周五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 是普遍上涨 骑虎360 微博 一车网的涨幅 均是超过了7% 而在电商板块 也是表现尤为突出 京东商城 唯品汇 巨美优品的涨幅 都是在8%左右 此外 58同城 500彩票网 百度等等 也都表现不错 9月27日 纽约金融论坛年会 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 年会上 有30余位金融精英 和企业大亨 讨论了中美 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 在大会上 我们采访了两位 重量级的嘉宾 一起来看一下 我想问一下 您对于中概股的未来 有什么样的看法 从长期来看 这些中概股 都会有一个整体方向 那就是回到 国内的资本市场去 我认为中国的股市 是值得去投资的 很多的股票 已经开始呈现出 价值投资的 这样一个机会 我认为 这个目前已经基本到了 这个中国股市的 一个低股 所以现在进入到 中国的股市 应该是比较好的 一个选择 那么对于中概股的 私有化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处理好在美国 私有化的 这样一个法律程序 那么同时呢 把这个私有化过程 做得漂亮一些 那么在国内 我觉得有更多的投资人 认同他们的 这样一个业务模式 和市场的一个潜力 以及企业的发展方向 那我之前是看到 巴伦周刊有一篇文章 它是预测说 人民币还有10%的 一个贬值空间 对此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可能 现在的人民币贬值空间 不止10% 因为确实现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 人民币的坚挺 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个走势 是有一个不够积极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认为人民币应该 更积极主动的去贬值 那您对于美联储加息又是什么看法吗 我们知道9月份联储是决定不加息了 那今年其实还有两次加息机会 10月份12月份 您觉得这个今年年内加息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认取决于美联储加息对谁的影响 如果说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 一定是负面的 包括在07年08年这样大量的货币宽松政策 实际上使得很多这些新兴市场 新兴国家的市场 这一个政策货币政策方向 有了比较大的偏差 那么目前实际上如果说美联储在今年加息的话 必然对包括在中国以内的其他新兴经济体 产生重大影响 魏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中美现在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当中 您觉得下一步的投资方向在哪一块呢 如果你从大的宏观上讲的话 那么国家这种有国家战略的一些产业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半导体 在美国已经是西洋产业了 但是国家现在还要大力扶持 甚至设了国家级的产业投资基金 那我听说有一些做PE的一些朋友 他们就借着这个大潮去投资 所以我觉得你从海外投资者角度 一方面觉得确实不确定性非常大 所以现在大家都谨慎了很多了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机会还是在 就是国家要发展的 要力推的一些产业 您觉得今后油价应该 原油方面应该怎样投资呢 高盛说预计今年可能会掉到每桶20元 对 因为它如果是那样的话呢 那就是像包括中国在内这个需求 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再往下的下滑 但是总体感觉呢 我觉得它滑的话也是一个 应该说也是一个暂时的 因为从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上呢 我觉得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到一年半的时间 很多经济学家怎么看 有一个触底调整的过程 那么希望它转型成功了以后呢 从新的从底面的角度就会再起来 再回到美国方面 这个美国房地产现在投资 你觉得是适宜的时候吗 能赚钱 是这样的 就是从那个 刚才我也说过 你从总体估价上来说的话呢 主要的这种门户的城市 估值都已经很高了 很多地方都已经超过危机前最高点 也就是说 史上的新的最高点已经出现了 有一些大趋势呢 你还是可以抓住的 比如说在这个 在这个公寓楼这个板块的话呢 因为美国现在它这个 英文叫millennial 中文叫咱们翻译过来 可以叫新人类 80后90后的这拨孩子 也不能说孩子了 现在呢 要成家立业了 现在呢 从买房子的角度呢 还是很困难 因为危机之后的话呢 非常难拿到贷款 工作的机会恢复呢 也很缓慢 特别是收入那个增长就更缓慢 所以很多人现在呢 你如果看危机后 基本上新出现的这个 这种新的家庭 它的房屋需求 全部走到那个租房去了 所以这个无疑呢 就对公寓楼这板块 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而且这个利好呢 应该说还会再持续 还会再持续三大五年的时间 好了上半场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别走开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来 在过去的两个月呢 美股市场是整体低迷 让持有股票多头仓位的投资者 都不太好过 但是一些做空的ETF 其实可以帮你赚的盆满钵 来看一下具体的报道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呢 就是一个追踪小盘股的罗素 2000指数三倍看空的指数基金 代码是TZA 波动性极高的小盘股呢 涨得快跌的也快 那么罗素2000指数呢 曾经在牛市当中 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涨幅把一些大盘股呢 是甩在了身后 但是当恐慌情绪笼罩市场的时候呢 小盘股却成为了首个抛售的对象 随着罗素2000指数三个月的跌幅 达到12.53% 那么三倍看空的指数基金 便成为本轮暴跌中的大赢家 周一呢 罗素2000指数下跌了2.87% 那么这个三倍看空的指数基金 便当仁不让的上涨了8.43% 也就是将罗素2000指数的跌幅翻了3倍 从8月开始以来呢 这个指数基金的涨幅已经接近了40% 下一个亮眼的看空指数基金ETF呢 是三倍看空罗素1000指数的基金 代码是FAZ 在中国央行决定贬值人民币 和美联储宣布不加息的双重影响之下 金融股绝对是本轮行情当中最大的输家 而银行赖以生存的利息仍然无法提高 导致盈利状况无法改善 同时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通胀过低的行情之下呢 金融行业往往是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 那么这个三倍看空罗素1000指数的金融指数 在过去三个月的回报率已经达到了14.63% 随着市场恐慌情绪的加剧 前期疯狂上涨 只靠一些概念股 而无法取得实质性盈利和研究进展的 生物科技小盘股呢 成为了首要的抛售对象 这一点的生物科技专家 Brand Jensen在多次接受我们采访时也提到过 加上民主党希拉里的一条 关于要价太高的推特的补刀呢 生物科技板块成为了本次 每股暴跌当中最大的输家 周一追踪生物科技股的IBB指数 下跌了6.33% 那么这个三倍看空生物科技板块的指数基金 本周股市高开低走 看跌三倍杠杆的ETF 却走出了上升的趋势 最近的赚钱效应在哪里呢 我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大家可以发现其实三倍的ETF 看跌的ETF呢 是非常有机会的 今天呢我就想把我实战的案例 所以本周每一天大家都可以赚到2000块以上的这个利润 如果你投入比如说500股或者250股 大家看第一张图呢 是LABD 这个是看跌生化股的ETF 大家其实都知道上周整个的LABD呢 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 从30块钱涨到60块钱 它是三倍看跌生化股的ETF 那大家可以看第一张就是LABD的这个图呢 它本周呢我们有一个机会呢 在55块买进 然后在63块半卖出 可惜差了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不 不贪婪的话 我相信如果你买了250股的话 就有2000块钱的利润 第二张图呢是 DWTI David Warren Tom Irish 这次做什么呢 就是WTI 大家都知道是德州油的简称代号 D呢是DOWN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波动呢 应该是非常非常明显 从这个波段的盘整的低端到高端 这个当中呢我们是很轻松的 在110卖出95块2毛多买进 所以这个利润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 最后一个呢我就告诉大家 今天我做的一个三倍看涨黄金的ETF 黄金miner的股票 那么进场的点位呢是突破它前期的高点 它前期的高点比如说34块6毛1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 然后呢这个股票基本上涨了1块钱 所以这个利润呢也非常非常的可观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在三倍无论是看跌还是看涨的ETF呢 都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同时呢我也注意大家几个股票 比如说FAZ TZA YANG 这是看跌中国的ETF 上期有介绍FXP 然后很多的这些股票呢都值得大家关注 希望大家加我微信呢来跟我继续讨论股票 那我也会把我关注的这些ETF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Maggie 拜拜 第三季度虽然结束了 但是美国股市总体的下跌趋势仍然没有止住 在艾瑞特波浪理论专家看来 这是因为我们目前仍然处于下跌浪之中 关于目前金融市场上重要资产的情况 以及未来的方向 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意见 哈啰 克里斯 欢迎你来 What is so valuable the Elliott Wave principle The Elliott Wave principle allows us to anticipate market moves I think most methodologies or indicators or tool sets are based on reactions they tell us that something's happened and they tell us to react to it The Elliott Wave principle often lets us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efore it happens and you can anticipate and you can be prepared and I think the market participants who are anticipating things are generally ahead of the market participants who are reacting and they're a step or two behind What time frame is best for using E Elliott Wave analysis? Analysis is effective on all time frames the key is to knowing what time frame meets your own goals and objectives and then looking at the appropriate charts whether they're long-term charts intermediate-term charts or short-term charts for investors, traders or those in between For many commodity investors the last four years have feel like a bad dream so in your point of view the Fed can stop slide of commodity markets so how Elliott Wave theorists identify the commodity markets? the long-term decline in worldwide commodities is ongoing it's not completed yet and there's more to come we think and it's not just commodities but the currency markets which are obviously reacting to that and so until we see the Elliott Wave patterns complete until we see the types of selling climaxes in commodities that signal a lasting low where you really get panic selling to flush out losing positions until that happens there's more to come well no they can't they're certainly trying but the good example is Japan Japan has been trying to create inflation for 25 years and they've been unsuccessful and now the Fed is trying to do the same thing to create inflation and it's just not working as we can see with the lackluster moves in price indexes and the declines in commodities so governments are ineffective in trying to manipulate markets long term oil's been consolidating sideways after its sharp decline earlier this year and i see there's a there's a real ceiling around $47 level and so any rally up to there probably stops around $47 and then ultimately following this consolidation the sideways we should see a renewed decline before a more lasting bottom occurs what strategies do you recommend to play on reason of a little market well volatility means very different things for investors versus traders volatility is a bad word for investors that it signals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and those are never a good climate to invest in on the other hand traders like volatility volatility means sharp moves it means profitable opportunities in either direction if you're prepared to anticipate those moves the PMI data indicated China's economic slowing down so what's your opinion in China's stock market in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so does China's economy will affect the US financial market? well the Shanghai composite has been moving sideways for about a month now and it's forming what Elliott wave we call a fourth wave contracting triangle this is a continuation pattern it occurs in the middle of a move so we still need to do a fifth wave decline once this triangle completes and then at that point we can perhaps make a more lasting bottom and get some type of a larger rally to move out move in the Chinese market I don't think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had a big effect on the US market in the past but that may change with additional devaluation in the Chinese currency the Yuan if that occurs and I think the the American market is somewhat concerned about that of falling Yuan then we will see deflation exported to the US and probably some instability in the US market 節目的最後來關注一下下周有哪些重要的經濟數據和企業財報 下周有9月份的非製造業指數公布 從中投資人可以獲悉美國商業活動的繁榮程度 重重之重是下周四公布的美聯儲利率決議 受到今天公布的非農數據不佳影響的 投資人普遍估計 聯儲10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並不大 而在業績方面 下周重點關注百事可樂和美國旅業 在9月數據低迷的情況之下 投資者可能會將資金從股市 轉移到風險更低的國債市場和黃金期貨市場 所以下周可能會出現較大的波動 想要隨時隨刻獲得我們的資訊信息 請掃描屏幕上的二維碼 關注重溫投資網的微信公眾號 或者拨打免費電話800-958-8561 好了本期的節目呢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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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